川普总统之前曾说 川经会之前朝鲜必须承诺放弃核武器 但之后他表示可以分好几次慢慢谈 对于本次峰会 川普与金正恩双方各想获得何种成果 华府国际顾问公司资深顾问方恩格认为 川普总统独特的领导风格 虽然各国领导人无法接受 但是促成了川经会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 后来他能够跟金正恩开会 这个高峰会其实已经算蛮大的成就 不管怎么样 这次高峰会有什么结果 还是算一个大的成就 金正恩其实我们知道 他已经是一个独裁的领导人 所以他也不需要对他的 他的北韩的国人选成什么成就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会宣布这次高峰会 是表现其他国家对北韩的政治人物 对他们共产社会主义的制度 对他们军事能力什么的 当然他都会宣布 就是对我们的尊重 对我们的肯定 所以他已经是活到蛮大的成就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家颖 则不那么乐观 他说朝鲜希望巩固政权 美国或许会提供安全保证 但是朝鲜可能质疑川普总统 是否将信守承诺 这个其实就是难题之一 因为美国它对于北韩来说 是有一个诚信问题 所以美国尤其在川普政府底下 他可以给任何的承诺 可是他怎么去实现这个承诺 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一方面就我们可能想说 他把美国在南韩的驻军给他减少 那他这个虽然是有相当大的象征性 不过美国要重新就是把军力掉向南韩 那个也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庄家颖表示在军事上的承识问题 在经济制裁上也适用 制裁也可以一下放松一下缩紧 所以他认为本次川金会 或许不会谈出具体的成果 川普总统曾经多次公开感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认为他在朝鲜问题上帮助很大 但是他也曾经在习近平 与金正恩二次会面之后 抱怨习近平让金正恩改变对川金会的态度 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林若瑜认为 中国多年来都扮演着朝鲜幕后的那一只黑手 中国担心他失去了在朝鲜半岛的角色 那当然我们其实可以了解到 中国作为区域的大国或者中国的崛起 他的就是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成为全球的 我想全球的强权 甚至取代美国 而韩国总统文在寅 极力推动川金会 原因之一也是要促成 朝鲜以及韩国的统一大业 庄家颖分析 韩朝推动中战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它是否有一个中战协议 对它本身对于北韩的影响 对于跟北韩的关系 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那个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它即使有一个和平协议 它现在的这些操作方式 依然能够进行 过去历届美国总统都与朝鲜打过交道 布什 克林顿 小布什 奥巴马都有 但是谈判最后破裂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一项就是朝鲜无法接受 美国对其人权状况的指责以及要求 对此方安格分析 我觉得川普一定会提到 因为他知道国会 不管是共和党 民主党 甚至有一些美国政府 不管是国务员或其他单位 也有这个要求 也希望川普会提到 所以他提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但是不会因为人权 就让这次的会议破裂 雅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